那也就是說頂住這一點就夠 那我如果是一個碗狀呢 我也是包住這一點是不是也能深入 好 一樣這一點 但是我這一個碗怎麼樣 包來這裡有沒有用 有沒有用 你看包著 掉下去了 所以也就是說 你讓你的動心 要穩固的在這中間 這個是最好的 那這一個愛心呢 因為我們的下面的底盤看得出來 比較大 它的重心也落在中間 所以撐得住 你不能這邊 然後把這個怎麼樣 歪到旁邊去 歪到旁邊去 它又怎麼樣 爪掉了 這樣聽得懂嗎 懂齁 所以 很多情況都是一樣 你看人家打爪 如果太高了 你看人家打爪 你就要把它點起來 那你大概知道 中間 這是它的重心 那你就撐這裡 撐這裡它就撐住了 你看到 懂齁 這個不要學我 小時候我在馬戲卡很大 你知道嗎 好 聽懂嗎 懂不懂 也就是說 你撐的地方 必須要 包覆住它的重心 那基本上 我們不用 教得那麼困難 因為我昨天回去試過了 你下面如果是 用這個東西來做 這個東西叫做鋁線 它軟軟的 你知道嗎 它不夠堅固 所以就算你做一個很好的愛心 問題是上面的骨架 會太重 這個本身重量蠻重的 它會拐掉 它會拐掉 知道嗎 所以我比較傾向於建議你們做這個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愛心跟小的給你們看 你看這小的 小的是三隻腳 三隻腳 那做好之後怎麼樣 把你的這個帽子 蓋上去 一樣這個也可以蓋上去 一樣 小的 懂齁 等一下會傳給你們看 大的避免你們破壞 來這邊 往下傳給你們看看 橡皮筋代表自尼的電線 那我們今天教這個東西 勁快 因為你們還要黏 這個東西 是不容易 就是 然後 就會